在几个地方 第一个我上面有加上注解 当然这些注解不加也没有关系 只是说加了之后会更加的清楚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在for i 等于第二到第十的地方 我这边加了一个向下追踪的功能 那什么叫向下追踪 因为将来你的这个范围 如果说假如又增加了几个人 比如说上这边 我Ctrl C好了 比如说这个又增加了两个人 那如果我像现在 它就变成说只会跑到第十 向下两个就没有 清楚的话也是一样 它只会跑到第十 这两个变成说 它就没有办法自动帮你去完成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要 把这两个也做出来的话 变成你可能要做什么 去撰写那个程式 有没有 for i 等于本来是第十到第... 现在把它改成第十二 那如果又增加了 你岂不是一直改,改不完 所以这边的话有必要是什么 你要让它自动向下追踪 那向下追踪特别追很重要 因为以后范围大部分都不固定 所以你要考虑到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之内有增跟减的话 如何让你的那个程式是可以有弹性的 而不是说你每次写完之后又要在这边改一下 其实录制聚集有没有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因为录制聚集 它们录完之后很多地方是没有弹性的 它会变成固定的 那你固定之后你就 就变成你要再改 改聚集 如果你看不懂聚集 看不懂VBA的话 那你连改的能力都没有 那怎么办 你要重新录制 那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如果一劳永逸的话 尽量还是怎么样 自己知道说该怎么改 那改了之后他就会 那其实只要学会什么 跟各位讲一个 怎么怎么做这个动作 其实这个也是我想出来 因为之前同学也想说 老师那个我工作里面这个词不固定怎么办呢 有没有办法让我追踪 那追踪的概念是这样子 我游标是放在A2 那追踪的话 实际上我前面有讲过什么 Ctrl-ship 向下 Ctrl-ship 向下 你按Ctrl 再按向下 它就会自动移到最下方 那如果你Ctrl 加一个Shift的话 它会多选取 所以Shift是做选取的动作 那Ctrl 是方向 所以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你今天要Ctrl 向下 移动到最下面的列 那其实在VBA里面也有类似的做法 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打一个 游标放在储存格 储存格我用Range Range 从A2 那我如果要向下追踪的话 点一下 打一个1 它会有出现End End 实际上有点像按下什么 按下Ctrl 键 Ctrl 键就是等于是给你那个 上下左右 所以前刮弧 End 前刮弧 前刮弧之后 它会出现什么 上下 有点像End 上下 它会自动帮你在这个范围里面移动到这个范围里面的最下面 最下面就是XL 这个XL 用选比较不会错 然后后刮弧一下 这一行的叙述就是从A2帮我Ctrl 向下 好 可是Ctrl 向下之后呢 我希望告诉我 那个Ctrl 向下的这个列是 哪一列的数字哦 数字是12 请你帮我把12给拿回来 那你就加一个什么 再点一下 把那个列 列的话在Excel 里面就Role 帮我把这个Role的值 一直所拿着一个资料 其实这个就是属性 里面就放资料的地方 意思说帮我把这个列 这个讯息 12这个讯息 帮我放到这里面来 就得到什么 所以到时候呢 如果向下追踪之后 反正哪一列 它就把哪一列的Role的资料 放到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12的话 那就For i 等于2到12 OK 我们试一下 这样就神诗写完哦 有没有 所以这个可能 有点像是两个动作吧 一个是 从A2 Ctrl 向下 所取得到的列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叙述吧 OK 当然你也可以分成两行写 只是我觉得写一行 这样感觉比较清爽 不会写一堆 像有些坊间的书籍哦 神诗就写一大堆 我其实不喜欢 因为 我的程式风格就是程式越短越好 OK 所以我就把两行写在一起哦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理论上这个写完之后 把它复制一下 这边其实也可以贴啦 因为这边都一样 这边也可以贴 有没有 好 这样就已经有一个弹性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哦 刚刚不OK的话 看一下 有没有 这边就跑到这样 清除 这个OK 清楚 写法记得哦 观念就是这样 不用背 Range A2 有没有 我是建议你用点的 打个1 因为我要追踪嘛 追踪他的到哪一个 end就是他最下面 最下面的话就end 然后前刮5有没有 他会自动跳上下左右 那你可以用选的 end 向下 当然以后你要追踪向右 可不可以 他又回来高的哪一栏 OK 我们只是向下 的 列的话就点Row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 好 追踪 好 这个大概多讲这个部分 因为我上面有写到 其他的话就是 Function 刚刚讲的这个 制定函数 最后如果你写完之后 一样 你VBA里面不用存档 这个存有存 跟没存是一样的到 主要是这个外面那个存档 不过你存档的时候 特别注意哦 他会跳出一个讯息 是否儲存为什么 无聚集的什么什么格式哦 这个就要你一定按否 你不要按是哦 因为我刚已经存过了 记得你一定要存成什么格式呢 你按否之后 另存新档 请各位记得哦 预设是这一个 如果你存成这一个的话 XLSXO 他就会把VBA怎么样 跟聚集 整个删掉了 也就是说你白写了 好 所以之前有同学存错档 然后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VBA按下去 里面东西全部不见了 对 因为 这个格式里面不允许放VBA 那我们要存档的话记得 一定要改成哪一个 改成这个 启用聚集的活业物这个 XLSM OK 如果你存错档的话 很抱歉你可能程式就要重写了 OK 你说有没有办法救 救不回来 因为不见了 他按储存嘛 按里面 就不见了 你就变你要重新再来 我把它取 然后把它关闭 关闭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有哪些不一样 我把图放到大图室好了 其实你会发现 他等于是另存一个档 就是本来是这一个嘛 然后他转存之后变这一个 你可以看副档名 有没有 另外还有个地方不一样 轻探 OK 也就是他里面有VBA在 所以你把它打开来 他应该会启用内容 如果你之前没有按过 他会出现 如果你按过 他好像就不出现了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 向下追踪可能再写一下 我也把它写在云端上 就是这个 这一行 另外的话 就是存档器的存层XLSM 启用聚集的活业物 再来呢 待会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152 OK 那这一题的话 那更困难 藏宽高有没有 delete掉 请你把 这个 125 放这里 135 放这里 225 放这里 OK 三个刮壶 OK 刚一个刮壶就很累 三个刮壶 哇 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帮我把 这些都做出来 好 一样 如果资料不多 还可以慢慢 这样点两下 然后复制贴 复制贴 但如果这些假如说是几万笔以上资料的话 其实不要说几万笔 说真的 大概几十笔上百笔 我都觉得不需 不应该用人工来做 而且这种东西吃身边越来越多 一大堆这种 电子化的结果 因为 现在基本上 纸本的作业越来越少 没有人在用纸本的 全部都 key到电脑里 key到电脑里的结果就是 你的资料量越来越庞大 所有都要电子化 现在没有 现在甚至要上云端的 甚至要结合AI了 说真的以后 纸本可能越来越少了吧 目前还在用纸本 你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是你要把它电子化 我应该 现在应该 传统产业也没有人在用纸本 我最近看到一个 最夸张的是 那个小朋友去看眼科医师 眼科诊所 我看那个诊所 他居然那个他们病例 还是用纸本的 我看他们找病例 不过还找得到 我真的有点 吓到我想说 这个你为什么不把它建档呢 可能只有成本考量 还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 势必 以后所有东西都还是要需要建档 那这个可能是必经的路 那 只是说 建档之后 就会有问题 你要怎么样在电脑里面 快速的把你要的资料抓出来 所以 可能建档的时候 你概念也要清楚 千万不要像有些人建档的时候 就直接把 很多资料放一个储存格 你为什么把它分开来 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我就不用像 之后还要再把它切割 对不对 所以你规划的时候 你就干脆 长就是一个栏位 宽就是一个栏位 高这个栏位嘛 那怎么会有人把三个东西 放在一个储存 一个栏位里面呢 怎么这种天才呢 对不对 真的这种天才到处都不是 没有规划的很清楚 因为他其实不太懂 那个电子化应该要怎么把资料库 他可能没有资料库的概念 资料库理论上就有栏的概念 而且资料要放哪一些资料 没关系 你就事后怎么样 还是要解决的 所以 怎么样把这三个东西放到这里来 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把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向下追踪 也去练习一下 第二个就是存档 存档记得 他如果跳出 是否 一定要佛 佛的话 记得存成什么 启用聚集的佛叶部